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过一毛钱 在田阳村这里的村民们对于歌声动人的国际巨星事事 已经长达14年的时间也是充满感慨 不过他们说邓丽君的本名应该是邓丽云才对 而挑选今天这个别具意义的日子 云林包装民众特别为邓丽君成立了文化观光协会 也证明了即使一代巨星的陨落已经过了14年 不过他婉约动人的歌声和身影还是让人怀念 今天算是怀念邓丽君的专辑 那么大家都把这个压箱宝都拿出来了 我记得那天是晚上的时候 我刚好在SOCO附近 那以前那边还有电视墙 就突然打出邓丽君过世的这个消息 哇 实在是非常的震撼 大家每个路人都不敢相信这样 因为他一直感觉是在我们生活里面 从来没有离开过 对不对 所以我也没有看过他本人 可是那种歌声好像一直在我们的周围这样子 他算得上是一代歌后 对不对 而且两岸三地的这个影响力也非常大 而且其实我们说 英国是一个以前非常强盛的帝国 有日不落帝国之称 我觉得邓丽君在中国 尤其是在华人的世界里面 可以称为日不落的红星 只要有华人在的地方 应该就有邓丽君 就算他从来没去过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很多人都有他的录音带 对啊 非常的风靡对不对 对 而且就是在当时的话是 数十几年时期 中国大陆完全是被禁锢了一个地点 当时就流行白天有老邓 晚上只听小邓的消息 而且那时候大陆一直在邀请邓丽君去 邓丽君从来没有答应过 为什么 因为他在当时他很爱国 在当时他很爱国 而且他的家里就是从军人子弟出生的 包括他的哥哥也是军系的 邓丽君曾经说过说 他说他踏上中国大陆的那一天 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 所以他当时给自己许下了一个心愿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都是晚上偷偷听那个短播的收音机 可以听到很多邓丽君的歌 因为台湾这边都会放 然后呢他们的那个时候家里面放的那个 就是挂在墙上的相片 正面是邓小平嘛 然后反过来是邓丽君 所以白天的时候挂邓丽君 到晚上听歌的时候转过来就挂邓丽君 到早上再换过来 对 真的有这个影响力 不过听说他的这个死的那个新闻啊 你是你们那个当时的这个电视台 传讯电视 传讯电视 当时是独家 是全球独家 全球独家 对我们当时跑两个最大的独家新闻 一个就是老邓的死讯 一个就是小邓的新闻 两个我们都是全球独家 这两个独家跑完 这个电视台就没了吗 后来就没了 真奇怪 应该要再撑下去 结果就没了 真是奇怪 这个独家是怎么跑到的 这个新闻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谜团 经过15年之后 依旧其实是没有解开 那我记得当时邓丽君死的时候 是5月8号的下午 送到医院去的 那我们台湾得到消息 其实是5月9号的早上 那我必须承认 当时我得到的消息 也不是我得到 是我的长官陈浩 当时把我们跑娱乐新闻的负责人 雪星仪 还有我们另外一位自身记者 出生意 把我们三个人找到办公室 就把门锁起来 我记得那时候是11点40分 你想想看11点40分 已经是中午 五间新闻要开播了 他就丢下来一句话说 听说邓丽君死了 然后在泰国 就两句话 然后就说你们去查证 然后五间新闻要出来 那后来我们就去查证 那当时的时候其实比较难的就是 像天也知道 我们不太能够跟同一夜去查证 因为独家消息就 就曝光了 可是你又不能打电话到邓丽君家里面 直接去问说 请问邓小姐是不是怎么了 这个也很不礼貌 所以我们当时在中间查证 费了很多的心思 所以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的董事总经理 是男生跟邓丽君小姐是好朋友 他说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们就不敢再问了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他觉得一定是谣言 他前天又打给邓妈妈吗 那后来呢我们就问说 斯小姐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去问说 是不是可以问一下邓丽君小姐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他也应允 就当时他就接了我们电话之后 他也说好 那我帮你查 然后他们就打了一通电话给邓丽君家里面 然后他直接找邓妈妈 然后邓妈妈跟他说 前一天他跟丽君通过电话 所以他说邓丽君报平安 在泰国 所以斯南丽君小姐说 这不可能的事情 那后来我们就弄 我们也弄到了邓丽君家里的电话 那我们后来就情急之下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就请许欣仪小姐 那他当时是娱乐新闻的负责人 他就打电话到邓丽君家 那当时是长喜接了电话 就五弟 好 那当时 邓丽君的弟弟 弟弟 就老五 那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因为这种开口你知道就是 万一破局了 或者是冒充什么人都不好 会伤了当事人的心 后来我们就想出一个方法 那许欣仪小姐就说 我是斯南生小姐 在台湾的助理 因为当时他帮斯南生 来梳理台湾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听说了邓小姐的事 请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需要帮忙的地方 就从头到尾没有谈到那个字 很快转 这样问就有技巧 不能打电话说 听说你没死了 你都在死人了 对啊 就是万一没有的话 你知道也是就是很失眠 所以我们就转了一个圈 就说我们听说邓小姐的事情 万一没有死 对方也只会觉得说 没什么事 对 就没什么事 没事就好 就好 然后常喜当时回答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正在敢办手续 然后我们要赶到泰国去 所以他也讲到泰国这件事情 中了 清迈 他说我要赶到泰国跟清迈 那如果有需要 我们就会跟施小姐在联络 电话就挂了 然后我们就聚在一起 就讨论这个电话 就想说到底是真是假 所以我们就跟这个顶着乌纱帽 跟我们香港的老板说 就是这个新闻 我们就压就是了 所以我们就请示老板要不要播 老板就说播 所以我们在50分的时候 在五间新闻结束之前 我们就播了一则干稿 就邓丽君小姐 昨天因为气喘并发 病逝在泰国的清迈 详细的新闻 请看一点钟的整点新闻 因为我们才开始 做他的生平的带子 然后这个新闻一播完之后 所有电视台的新闻都收播了 都在等一点钟的新闻 然后我们办公室电话 就全部就响起来 所有人都来查证 可是我们也不能跟你说 我们的消息来源是哪里